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自由汽車頻道的讀者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新車 就是Tiguan家族的老大哥Tiguan Allspace 那它的車長來到4726mm 然後車寬的話是1839mm 車高則是1686mm Tiguan Allspace其實它長了不少 當然軸距也有相應的增加 所以才可以放進第三排的座椅 然後可以讓大家的乘坐空間更加的寬敞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外觀 首先水箱護照的部分 從4月份那個小改款Tiguan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水箱護照 其實有蠻大的一個改動 它採用一個比較不規則 往外擴的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所以讓它整個水箱護照的面積 往兩側延伸了許多 延伸過來這邊之後呢 連接到它的頭燈組 我們要知道為什麼我們說 Allspace是Tiguan車系裡面的老大哥 因為它不只是它的車比較大台而已 因為Allspace本身的定位就比Tiguan還要再高一些 所以它全車系它都標配了 MATRICE的LED頭燈 接著原廠所說的iQ-Lite這個智能的頭燈科技 過去啊 MATRICE LED就是在豪華車系裡面才會看到的頭燈科技 那它現在Allspace全車系都標配 然後看到Allspace的話呢 它的整個錢包桿 然後運用了更多的這個 鋼琴烤漆黑這樣子的一個飾板 讓它整個一個錢包桿 比起Tiguan來說更加的突出 辨識度也更高 OK好我們再來看到車側的部分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葉子板這邊延伸到前車門這裡的飾板 它這個飾板上面就有寫著Allspace 那它們的輪圈尺寸的話呢 也是剛有地增的 也就是三個車型 它分別是18、19、20 所以我們今天試了中階車型 它的輪圈就是19寸的胎圈 很多人在路上看到Tiguan Tiguan Allspace是分不出來的 那我今天教大家怎麼樣去區分 就是從這裡 後照鏡的這個鏡蓋的部分 只有Allspace是銀色的 尾燈組的話呢 裡面的整個內部的排列 讓它這一次在夜間的這個辨識度 我覺得比起上一代車型 其實有提升了蠻多的 OK好我們現在進到了Tiguan Allspace的車內 它們這一次主打的都是數位化的座倉概念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全數位的儀表板 它有三種顯示模式 那你只需要透過方向盤這邊的快控鍵 你就可以切換它的儀表板的顯示模式 再來呢全新的三幅式方向盤 那兩側的話呢都有它的這個快控鍵 而且是非常簡單明瞭的 就是圖案標示 再來就是看到中控螢幕 9.2吋的MI-B3中控螢幕 它整個多媒體系統 來到他們集團的最新一代 然後另外呢 它旁邊這邊的操控按鍵 也全部都是觸控式的 然後裡面的話呢 則是有非常多的選項可以進行選擇 包括你的車輛資訊 包括多媒體系統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還有一個App Connect 這個東西的話呢 當然就是連接Apple CarPlay 以及Android Auto的手機連接系統 而且呢 它是無線的 小改款提款 它導入了完整的高階主動安全 其中有一項非常關鍵的呢 就是方向盤左手邊這邊 有一個按鈕喔 這個按鈕的話呢 就是他們這一次導入的 Travel Assess 車震穿梭功能 這個按鍵非常厲害 就是你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是直接啟動了 包括ACC 主動殺停車道維持 車道偏離 這一些可以促成 Level 2等級自動駕駛的 所有功能一鍵啟動 這台車的話呢 它全車系都標配著 4MOTION的全時四驅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4MOTION的一個名牌 這裡的話呢 還有一個旋鈕 它的模式切換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的圖案喔 我們現在在一般道路 這邊有一個雪的一個圖案 然後這邊的話 則是山路的圖案 那一般道路模式的話 它還有四種駕駛模式可以選 這一次座椅也是全面導入 新的高級的這個皮質座椅 那這個皮質座椅 除了加熱功能以外 它還有通風的功能 好我們現在進到後座 我前面的西部空間啊 我們以正統測量的方式 超過兩個拳頭 好然後後面的這個出風口 第三區的這個恆溫空調 也一樣是做觸控式的 好那第三排的座椅的話呢 也就是我們從第二排這邊進出 我們先把椅子拉下來 然後往前移 這款車呢 它同樣是引進了小改款的這個版本 它屬於五家二人座的車款 其實它第三排座椅 它是比較for 就是小孩子或者是 身材比較嬌小的女性乘客 來進行乘坐 第三排座椅其實不是它的乘坐重點 就是它只是讓你的空間運用更靈活 好那我們看到行李箱的空間 我們現在看到是 三排座椅全部立起來的情況 其實它的後行李箱啊 還是可以放置不少的物品 大概兩個行李箱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把第三排的座椅 傾倒之後 它第三排座椅傾倒之後的 行李箱空間有多寬敞 它的空間比五人座還要大 OK好 那我現在把第二排座椅傾倒之後呢 它整個的行李箱容積可以來到1775公升 然後而且要注意 它的平整化其實做的 我覺得算是相當不錯的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上路試駕給大家看 Tiguan Allspace它的一個動態表現 好接著動力上的話呢 這一次Allspace它全部都是 2.0升四缸渦輪的動力 入門車型 以及我們今天試駕的這個中階車型 它的輸出都是190匹馬力 以及32.6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好那高階 R-Lite Performance的話 則是來到了245匹 也就是Golf GTI等級的這個性能輸出 好那我們今天其實開下來 它再搭配這個7速DSG雙離合變速箱之後 它整個的一個動力輸出 我覺得非常的流暢 然後配上了Drive Mode 也就是駕駛模式的切換 你可以切換成Sport模式 那個動力輸出曲線 會變得比一般模式還要再更兇猛一些 可以滿足一些熱血操控者 它想要就是 偶爾熱血跑跑山 或者是直線加速那樣子的一個快感 好那另外我來講一下 就是今天整個開下來 因為尤其我們在山路 奇怪的話呢 它維持它們一貫 非常靈活輕巧的這個轉向手感 所以在山路裡面 我覺得不管是進彎出彎的時候 都是很輕鬆的 另外的話呢 它的售價也成功的壓在200萬以下 入門車型的話呢 則是150萬出頭就可以買得到 這點的話呢 其實對於台灣的這個家庭消費者 尤其是你家庭的人數是 可能5個6個 這種家庭來說的話呢 這台車其實算是你出油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那我們今天針對提款Allspace的試駕介紹 我們就先坐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